我們看這一題 他要你找出這四個數字當中哪一個最小 我們看這兩個是負的 這兩個是正的 正的一定是大眼負的 所以這個就排除了 那現在就比較這兩個 比較這兩個的話 我們怎麼比較 這個的話呢 是說這個都是負的 那我們先來看 我們比較他的那個 先看他的大小 0.36的三次方 那跟多少呢 0.36的五次方 兩個大 這個大為什麼 因為這個可以寫成 0.36的三次方 再乘以的話呢 0.36的平方 這兩個一樣 它是在乘以一嘛 那一的話呢 比這個大 所以這個比這個大 就0.36的三次方 大也多少呢 0.36的五次方 但是你給他加個呼號以後 不等號就顛倒過來 就是說我知道 在數線上就是0 比如說這個是 這個是 0.36的五次方 那這個是 0.36的三次方 0.36的三次方 比0.36的五次方大 那你取個呼號以後 這個呢 就變到這裡 從這裡 就變到這裡 這是呼的 0.36的五次方 所以這個比這個大 這個就變到這裡 這是呼的0.36的五次方 所以這個比這個大 呼的0.36的五次方 所以這個比這個大 比呼的0.36的三次方要大 比呼的0.36的三次方要大 也就是你兩邊給他加個呼號以後 呼等號就顛倒過來 呼的0.36的三次方 他就小的 呼的0.36的三次方 這個人就等於這個數 你呼的 這個東西 五個呼號 五個呼號相成的話 就是呼的 這呼的0.36的三次方 這三個呼號相成的話 是呼的 這呼的咧 0.36的三次方 這個比這個大 所以這個比這個大 所以這個的話呢 不對 應該是 對 這個比這個大 也就是這個比這個大 那所以最小是這個 所以最小的 最小是哪一個呢 是0.36的三次方 這個最小 所以這題 答案應該選多少 應該要選A 呼的0.36的三次方 最小 所以這題